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小姐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分享一道我们云南这边当地采用的美食 葱菜 葱菜的话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吃过 葱菜做法多种都一样 每个地方的有不同 在我们云南当地比较喜欢用那个铁菜 还有那个苦菜用来做 那样做出来的葱菜比较重 味道也比较正宗 现在我们就去搞点那个擦坛 回来弄肉吃 走 好多这个苦菜都开花了 我们也走了嫩的那家 这个都是开花的 这个就不能交了 太老了 这些是一颗最肥 这两天天气有点干 一货也搞这么多了 我们就先弄点回去 留着慢慢吃 烧点水烫一下 清洗一下冲菜 水已经开了 我们把铁擦台放到掌水里烫一下 这一步比较关键 不能太熟 也不能太熟 看到有点变颜色就可以了 输锅 可以出锅了 这个颜色比较好 比较绿 趁热用力搓扭一下 可以了 这个葱菜的吃法都长多样 可以直接拿来 拌点辣椒面 葱姜蒜之类的 就可以直接生吃了 我们今天要把它用来炒那个腊肉 炒腊肉出来比较好吃 切点腊肉 腊肉随便放一点就行了 把这个葱姜蒜切碎 越碎越好 现在不然一山区就比较冲了 一个冲味了 满满的一盆 拍点大蒜 弄点辣椒 烧油 倒入辣椒 大蒜爆香 吃这个葱菜离不开大蒜 倒入肉丁 amat insider 闻起来特别好吃 特别香 这个冲擦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弄点回来吃的 炒老吃凉拌味道都比较好的 朋友们当地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之间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 炒点盐味精 出锅出锅 看上去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这个冲它特下饭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比较普通比较常见的做法 喜欢吃的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决定 就先吃的 叫做法 感谢大家决定 感谢观看